Hello 節目開始前 請先幫克露儀點贊 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麼節目開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克露儀 今天克露儀要來講解一下 收到樹莓龜的一個完整流程 for 冬天使用 為什麼強調是冬天秋冬 因為台灣的天氣大概在秋冬 比較涼爽一點 那我會建議就是在秋冬收到樹莓龜的時候 你可以馬上替他換塗換盆 那今天呢克露儀要來開箱呢 是綠加利樹莓龜 是克露儀也是蠻期待的一瓶啊 那你要準備的是什麼呢 手套 塑膠手套 好 還有呢 就是油漆筆 不是故意 故意要買歪掉的油漆筆 是他不小心被我踩到了 油漆筆 這哪裡有賣 書局有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你可以去蝦皮買 克露儀放一個推薦清單在這裡 然後呢 準備一個這種有卡榫式的條紙 這是為了讓你以後方便找玫瑰用 再來呢 是符合他植株大小的盆子 下面已經墊了這個是發泡鏈石 你也可以用大顆的火山岩做替代 原因是讓他的盆土呢 不要太快的滲下去浪費盆土 好 再來呢 是剪刀或是刀片 克露儀是使用刀片會比較方便一點 接下來呢 就是 調製的調合圖 然後跟一隻好用的鏟子 好 那首先呢 就開箱啦 登登登登 克露儀的方式都是從屁股開箱 因為這樣可以直接 前提是 你要大概知道這個賣家 他固定是不是固定得很好啦 像綠加利 上石 甘馬點數玫瑰 他們都蠻會固定的 所以我都是直接從屁股開箱 開箱之後呢 就直接 好 登登登 真的是 我媽呀 這是誰呀 這應該是楓月吧 楓月 是的 是楓月沒有錯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盆 這個大小呢 大概就是我今天 準備的這個盆子的小一號 所以我就準備這個盆子 如果說呢 你會怕的話你可以準備 跟克露儀一樣大一號就好 其實克露儀這種調土啊 你只要自己調的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參照克露儀的調土呢 自己DIY的話 其實都OK的 不需要說怕盆子太大 影響透氣度 因為我們自己調的才有辦法控制啊 如果你是買那種五金行的土 當然就另當別論 好 拿出來之後啊 拿出來之後 後面一點 上一回好像有點 好 拿出來之後呢 你就是從底部呢 取出 他這應該是有羊分還是牛分 克露儀的調和土都是不含 不含那個有機物 就是分類 分類的話 應該說我有含什麼 蚯蚓土 但是蚯蚓糞土它其實含量 不像這種純牛死這麼的 或養死這麼的肥你知道嗎 哎呀 天啊 我從旁邊割那個 這叫做養殖袋 然後呢 我想說這樣比較安全 似乎蠻快就閃了 沒關係 等一下再掃 那你要先怎樣呢 拿取出之後呢 你就用這個盆土 我們自己的調和土啊 先加到一半 OK 加到一半之後呢 放上它的 好 置中 台灣很多蔡奇亞美都叫置中 所以我有時候都會不小心 會笑出來 失蹤 OK 扶住它這個枝條之後呢 按壓 壓平 其實你如果是你在買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問那個老闆或老闆娘說 你們這個有沒有在噴藥啊 上次噴是什麼時候 因為如果你有像克魯伊 大概半個月至一個月都會噴灑一次 或是藥物管理的話可以先問起來 不要過量 藥物過量 冬天的話 冬天有機肥是還好 可是呢 我看到許多人他們又有機肥又緩視肥 然後澆水沒有 就是根據自己的環境狀態去澆水 導致容易燒渺 所以說 其實每個門派都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有的人只用水龍肥 有的是強調一定要有機肥加緩視肥 我覺得每一個門派他們都是有自己的道理 但是前提是要自己先搞懂自己的環境跟澆水方式 再去依照自己的環境 選擇自己喜歡的模式 其實克魯伊 像這種綠加利他們家 或是小氛圍他們家 或者是喪失他們家 應該來的時候 有時候上面都是會有有機物的 那克魯伊其實澆水模式都是差不多的狀況的話 其實有時候我會選擇把他的有機物 就是有機肥料會把它剝開 就是不要那麼多 因為我的澆水模式是一天兩次 就是澆的比較多 然後你有機物很容易滲到土裡面的話 會造成肥傷 當然在冬天的時候是比較沒有關係的 因為冬天溫度不高 但是你如果在夏天溫度很高的話 很容易肥傷 所以有的人偏乾癢 有的人偏濕癢 都是OK的 只要你了解你自己的 就是植物生長環境跟你澆水的情況 但是克魯伊還是比較偏向於用水溶肥 不用有機肥跟緩似肥 就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尊重每一個流派 你只要選擇你自己環境比較適合的流派就可以了 然後克魯伊大概在上一支影片 有一個抽獎活動 感謝大家克魯伊破滿千 訂閱滿千人 謝謝大家趕快去參加克魯伊的抽獎活動 有留言有機會 因為台灣人是很害羞的不太留言 別害羞快去留言 好了那我現在就是把土加完之後 它就會成為先這個樣子 土可以再少一點沒有關係 然後卡榫的這個標籤 也把它架上去之後 就用一個雨林的模式 像這種就太強 雨林的模式 對著土焦 如果你是白天的話你可以沖葉子沒有問題 如果是OK 然後用一個雨林的模式 對著土焦把它焦透 這個焦透的程序 我有大概算了一下 大概至少要兩分鐘 會比較保險一點 它的功能就是定根 如果它水流的有點慢 你等它一下再繼續焦 白天的時候收貨是 可以用這個雨林模式之後 可以噴也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是晚上建議是不要 在冬天買玫瑰有很多好處 好處就是 你呢就是焦完之後 可以馬上立刻就把它放在大太陽底下 沒有關係 因為溫度不高 那兩盆我都一起 有的朋友跟我講 說這個塑膠盆透明的 好像會對根系有影響 不過目前我測試下來是沒有問題 可能是因為克魯伊這個圖 有完整的包覆住根系的關係 至於它的利弊就由大家自己去實驗 或是等待克魯伊 將實驗提供給你們 實驗結果提供給你們 哇今天下雨啦 這麼特別 冬天還下雨 好了 大概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在冬天呢 我個人是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換盆換那麼多 在冬天呢 不論你放在大太陽底下 或者是放在陰涼處 都對於植株沒有太大影響 但夏天的話 可能就比較建議 先放在賞色光處 然後適應個兩個禮拜 之後你再放到大太陽處 始終玫瑰還是喜歡大太陽的 OK 祝大家種植愉快 下回見 掰掰